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无什么出圈的作品 一直靠着上综艺维持热度 最近也因正爽被封杀世界 网友们也请求着广电能够封杀它 本来就没什么作品 曾还有过劣迹行为 先更是登上一线 当然就引发网友的愤怒 评论区一片质疑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既然成鹤都可以成为一线艺人 那么像段奕红 张艺这种靠演技出圈的老戏骨 更应该成为圈内的一线艺人 但事实确实他们只是一个二线艺人 就更让人怀疑这个访单的可靠性 同样遭受质疑的还有杨超越 杨超越被评为一线女星 是大家万万没想到的 就有不少网友说她凭什么 作为一个女团成员 一不会唱歌 二不会跳舞 三还学着去当演员 演技还不再现 就凭着会哭和长得好看成为一线 其实能进娱乐圈的人 没点颜值和才华 是不会像他们这样大伙的 杨超越虽说没有作品 但胜在她 长得好看且真实 不少人觉得她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更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纷纷录转粉 近年来 她的录人员也在变好 成为一线也不足为奇啊 如果说这是一个看流量的时代 那么蔡徐坤家的粉丝就不服了 蔡徐坤作为一个顶流 专心做音乐 且一首情人的传唱度很高 火遍大街小巷 可以说是有代表作 同样是选秀出道 蔡徐坤比杨超越 有代表作法 业务能力更强 也同样具备流量 还有颜值 而且还是某一高奢品牌的代言人 方方面面 吊打扬超越 却只能成为二线 粉丝不甘心 那在节目中 制片人常常将她 作为看点来进行宣传 提高收视率 就这样一个热点 和才华兼备的男艺人 被评为二线 粉丝当然不服了 饱受争议的 还有高圆圆 高圆圆作为不少人的童年女神 更是不少人曾经的青春 现如今沦为二线 让人不得不惊叹啊 高圆圆当年的 以天屠龙记让她成功出圈 粉丝受众群可广啊 上至七零后 下至零零后 都有她的不少粉丝 她的知名度 不亚于范冰冰 但近年来 她没再拍什么新的作品 也没有参加什么综艺 就靠着网友的情怀 一直火着 虽没能成为一线 但将她评为二线 或许也是 对她最大的评价吧 如果说高圆圆 是淡出公众视野 才未居二线 那么像马依丽 海青 原理这样 有演技 有作品 拿得出实际的演员 更应该在一线 而不是二线 既然是演艺圈 拿作品划分咖位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这样不明标准的划分 网友更是吐槽 说是用脚划分的 不过演员工会 还是很响应广电的号召 像范冰冰 李小璐 郑爽等 有过劣质行为的艺人 都不再榜单 看来圈内 是彻底容不下他们了 但又有人说了 为什么同样是 有过劣迹行为的高云祥 陈赫为何还能上榜 因为这个世界 对男性的容忍度 远比女性要很高 从一线男女性的人数占比 就可以看出 男性的市场需求 更为广阔 机会 也要比女性多得多 所以也不足为奇 为何演艺圈 不能一视同仁 既然名单 都已出来 粉丝在评论区讨伐 也再无意义 还不如作为他们 成就更好的 自己的动力 希望饱受争议的 一线明星 能够证明自己 二线明星 能够冲进一线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